其實甚麼是扁平竹來的呢 其實扁平竹是我們的內足弓塔陷 那隻腳會呈一個內八的狀態 同樣像一條膠這樣向外撐出去 我們會見到整隻腳板會平放地貼在地上 Jack其實我可以怎樣分辨到 它是否真的有扁平竹 如果在後面看到腳跟的位置已經捱進去 其實小朋友很可能已經有扁平竹的情況出現 其實我們的足弓理論上是可以升和降 如果小朋友咬高他的腳趾的時候 他的足弓升起了 可以有一支筆塞進去的話 他的足弓就應該不是有扁平竹的問題 網上都說八歲之前的小朋友都可能有扁平竹 不知道是否真的呢 其實這件事是真的 因為小朋友出生的時候 他腳底下的表皮脂肪都仍然很厚 所以他會掩蓋他的足弓 一般來說六歲之後 我們才會開始見到足弓成形 如果想小朋友的腳健康發展 有甚麼可以幫到他或者有甚麼避免 其實香港的小朋友太早穿鞋了 我建議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家長帶他們去不同的地方玩 可以去泡沙灘 可以去公園那裡玩 如果沿地下骯髒的話 其實可以穿一雙襪 都至少好過穿一雙鞋 會關死他的腳掌 如果不處理的話 會對小朋友有甚麼影響 如果他是單邊扁平竹的話 其實小朋友很可能會有 盆骨旋轉的情況出現 因為一隻腳高一隻腳低的話 會有一個長短腳的情況出現 如果有這個情況的話 有機會沿著腳上去 有這隻腳腕的狀態出現 如果我發現小朋友 有扁平竹的話 平日有甚麼動作可以幫到他 其實足弓矯正的運動是有的 我們是有些簡單的運動 去維持到足弓的升降 之後腳仔打開一點點 這個放低 這個是側膏 伸出來給我 厲害 轉過來這邊 側膏頭 伸直膝頭高 對 對 對 我們放一隻腳在這裡 好 慢一點 慢一點